好 那麼繼續呢 我們就要帶你來看另外一個也非常有意思喔 這個美國為了要打壓中國啊 所以呢 在這個印太地區拉了一個最重要的盟友叫印度 那最近呢 有一些消息跟印度相關 我們來看看喔 這個莫迪 他要到這個美國去訪問去了喔 6月20號開始有高規格的國事訪問 特別我們要講高規格 因為呢 這個白宮認為這是一個很高規格 好 那他要到白宮去 而且呢 他要在國會發表演說 那最重要的是呢 他會得到一個大禮包 回印度 莫迪經濟學大家都知道 他努力在做 但是呢 你企業到印度去 最近陸陸續傳出不是很好的消息 基礎建設跟不上嘛 你這個不行 那個不好嘛 那所以呢 美光已經答應囉 美光在美國也是這個指標性的企業 他說他要投資了三十億美元 要到印度去投資設廠 然後我們要讓你看 這是經濟學人的封面 特別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這經濟學人封面這期喔 全球版的 他寫得很有意思 你看這是誰 他就是一個很美國人形象的拜登 戴一個墨鏡 穿一個花襯衫 然後他抱誰 抱一個表情無奈的印度老虎 然後你看他的標題 他說這叫美國的新的好朋友 然後下面小小字你看不到對不對 沒關係 我念給你聽 小小字寫說 為什麼印度如此必要 這麼重要 好 那印度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當然就是因為美國要靠印度來牽制中國 所以現在印度人好拽 拽到 我可以直接說我在買俄羅斯的油 那你又奈我何 拽到他要幹什麼 好像都說話很大聲 永明哥你怎麼看現在的印度好像很厲害 對啊 怎麼會有這種國家 第一個被號稱所謂的外資墳廠 外氣墳廠 但是現在所謂的高規格對待 所謂的高規格就是說 你外國的領導人能夠在美國的山莊 演講兩次的 大概不出五個手指頭 第一個丘吉爾 第二個哲倫斯基 第三個誰曼德拉 然後現在就是所謂的莫迪 對 所以你說現在敵人的敵人 當然就是最好的朋友 然後印度有可能成為中國的下一個中國 變成世界工廠 所以這次其實他訪問完了之後 回來帶一個大禮 第一個美光搞不好會投10億美金 美光承諾是說我要給你20億 那其中我先起先投資10億 但是你要先把100億的一個半導體元器 先給我蓋好 所以印度就花了100億 他也承諾說我要蓋 那我印度出一半 你美國出一半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美光就進來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現在所有的一個橋段 全部都已經鋪好了 那那隻老虎就像我們家的貓一樣 我每次要抱他都不給我抱 對 就那種表情很差 所以現在的印度基本上 對主人也是愛理不理 因為很少有一個國家 第一個能夠公開的說我支持俄羅斯 而且我所有的武器基本都是跟俄羅斯買的 然後第二個部分 我自己有民主制度 但我自己打我自己的民主運行 然後第三個的話 美國當然就是希望能夠熱臉貼人屁股 所以就開始要賣一些這個武器給他 第一個的話 無人機 無人機一台造價大概快一億 對他那個所謂的MQ MQ9B賣了三十億價 花了三億 對 花了三十億 三十億美金 然後去買那個無人機 那這樣子還不打緊 因為他第一個等於是造福了美國的這個通用電子公司 通用原子公司 然後第二個呢 我不光是賣這個所謂無人機給你 我還賣引擎給你 因為你印度斯坦這家航空公司 能夠去造那個光輝的 Tegas的一個這個戰機 可是你沒有引擎 那你的引擎就我那個通用 通用電器我來支援你 然後我載你這個印度的本土設廠 然後我來提供給你 第三個你裝甲運冰車 我跟你一起做 就史翠拉科 然後Straker 所以這個幫你做完了以後 所有的一個電子全部都幫你鋪好了 可是現在人家問題就在想 對啊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點 二零二三年 我們要去印度 可是你之前的問題有解決嗎 沒有 兩千零七年的時候電力公缺 大概缺了多少 百分之十六點六 好 那一直到最近的時候還不錯 大概缺到只剩百分之零點八 可是起來 不過才一年前的一個消息 就是去年的四月份 因為整個那個南亞地區的熱量來襲 所以印度的溫度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導致他夏天的一個用電量突然暴增 那突然暴增的情況之下 印度的基本上是燒煤 那燒煤百分之八十是印度煤業 就是國營企業來供應 可是現在出了一個問題 我雖然增加了百分之十七的一個產量 但問題是我的交通運輸出的問題 所以我的煤根本運不到我的發電廠去 所以我根本不能燒 那我不能燒就沒有電 那沒有電的情況怎麼辦 很多的工業園區民生就開始要需要電 那最後的結果就是什麼 偷你的電網 所以偷電網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現在大家聯網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有負載成量 對 但是我就把你偷 就是我先給你用 然後用了以後呢 就是百分之四十的民眾 偷了百分之二十的電 然後再加上你本身的那個蘇配電 本身又耗損百分之三十 所以你看這樣子 夯不當當加起來的話 一定是短缺 還是沒電 還是沒電 那結果莫提去年也想出了一個很有趣的方法 因為你瞬間用量太高了 對 所以最後的一個結果是什麼 不然我們在晚上九點鐘 我們洗一燈九分鐘 然後等九分鐘的蠟燭 然後看能不能讓瞬間的那個電量 能夠電壓下去 然後結果還不錯 就這樣少了三十二幾瓦的一個電 但是問題是九分鐘之後又爆出來了 三十二又爆出來了 但沒關係 那個瞬間解決了就好 那現在大家比較詬病的一點 就是說你美國人花了這麼多的心力 去投資或者是看好你的印度 但是因為之前的這個例子 血跡斑斑 你像之前二零一四年的時候 最有名的案例就是三星 因為三星當時進了一批貨 那個是所謂遠端的一個 無線線的一個接頭 但是印度政府就要搞你 他說你這個地方報關不實 所以你在逃那個二點二億美金的一個 這個稅 進口關稅 所以就罰你兩億 那三星就傻眼了 他說我這個東西只是申報報關的問題 就改一改就好啦 對啊 你怎麼去罰我這個錢 然後後來陸陸續續有很多企業 比如說你看加勒福 哈雷汽車 然後福特 還有你知道我們那個偽創 最近最紅那個偽創對不對 不是也走了 他憤而離開算了 當然有人走就有人進來 所以紅海也進來什麼 但我想只有紅海那種有管理能力的公司才有辦法在印度活下去 因為四大種姓 然後再加上一百三十幾種語言 然後你如果說沒有一個中間人好好的去管印度 我覺得這些印度的這些外企進入到印度的話 其實也是很長的漫長的一條路要走 好 那麼繼續我們就帶您看 提到的這科技戰 我們來看中美之間的科技大戰 還在持續進行當中 最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場合 我們來看布林肯去見了習近平 本來布林肯訪問中國 大家猜他見得到習近平嗎 哎呀見到 但是我就是座位上我要壓你一頭 我們來看這個也是最近 我們看到西方媒體把這照片拿出來大作文章 布林肯到了中國去 然後你看他怎麼見習近平的 而我們先看過去怎麼見習近平 過去我們來看這個是龐佩奧 龐佩奧跟中國關係 那也是緊繃到不得了對不對 但是他到了中國去訪問 人家給他什麼樣待遇 我們就排排座嘛 你看我就是個沙發 然後我就來接待你嘛 但這回布林肯去 你看他做什麼桌子 會議桌 會議桌 然後習近平坐哪裡 做主位 布林肯在哪裡 在哲林 好 那他的對面是誰 王毅 所以感覺好像就是 我沒有跟你平起平坐啊 你就是跟王毅差不多啊 你就坐這就好啦 我一個人主位 跟過去不一樣 這樣的一個接待方式 被大作文章 那這當中呢 其實外交場域上 每一個小細節 都有很重大的含義 所以我們趕快請教一下 教授 你怎麼看這個位子當中 看出什麼端倪 肯定我們一看得出來 在跟龐佩奧來講 是平起平坐 大家對著這樣 像朋友聊天 但是這一次呢就變成像Lecture 就是 我是主主主持人 我現在來就等於告訴 來主講者 你是坐下面聽著是 對 所以這個擺明的 就是中國在政治 還有戰略上面來講 對美國不是很滿意 但是美方在大家曉得 布林肯去之前 美方就已經在叫板叫板 說要習近平要接見他嘛 對 習慣上也都有 沒錯 所以但是這次 給就回了美國 這麼一個回應 讓你這樣子見了面 但是我就做一個小動作 讓你的感覺到 是我在給他講演講 你們做的不對 你們是給他一個下馬威 對 那肯定是這樣 那這樣的意思是我不跟你談嗎 好像也不是對不對 對 不是 當然要談 這很清楚的 我們可以看到剛開始的中國 講的都是政治的問題 尤其是講第一個紐寇 不是臺灣的問題嗎 然後基本上就是講政治 然後戰略 但實際上來講 從這次來講 我們反而應該看出來的是 沒有講出來的是 他們的兩邊的經貿利益 又開始走向一個交集的地方去了 因為在中國來講 大家想中國現在已經馬上六月來 第二季 上一季只有四點五 總是官方的 那下面他想要 今年這個現在現在六月來講 這一季也不太可能到五了 可能都到不了了 所以他的定標是五 那他這樣子的話 他的經濟已經出現了不好的情況 那相對的美國方面來講 大家曉得這個拜登想要連任 拜登現在想要連任來講 他需要一些經濟的利益 譬如說他有這個 一兆五千億的美元 這國債誰能買得起 不是每個國家都可以買得起 不是中國就是日本 這樣大國才可能 所以這個方面來講 現在他們來講 表面上就是把這個政治戰略的對抗 把它這個慢下來 但是在幕後 因為下面就是拜倫 這個葉倫跟這個雷蒙多的訪問 這個就是真正的經貿的利益 所以這一圖如果不成 那就沒有了 是 那再下面這當然就是 希望在這個年結局APEC 還有還有 甚至希望九月的時候 在印度就可能會有一個 雙方的見面 尤其是APEC的 最有可能 因為是美國這回是地主國 這個美國要表示出來 這個美中關係好 那在拜登選舉就有機會 同樣中國現在也是希望 能夠給世界一個形象 中國其實是愛好和平的 中國也是希望能夠跟美國改善關係 所以這目前來講 你可以看到是經濟為主要的主軸 後面伴隨的是政治 跟這個戰略的利益 所以呢 其實布林肯這次來 我們也看沒有談出什麼共識 但布林肯也講一句話玄機 就如同剛剛教授所說的 就是我們就是開一個頭溝通的管道友 那接下來還會有很多官員 陸陸續續到中國 像葉倫 像雷蒙多都會去 但同時間 你看到外交場域最近非常精彩 這個教授我們來看 那你怎麼看這個李強去訪問德國 這個其實還是經貿利益 因為大家曉得李強去那裡 那德國的總統接見他 討論的講的都是希望是中美不要鬧事 是 那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才能夠有 better life好的生活 經濟才會好 那但是呢 李強他才講 他去都是建這個 德國的企業界 跟他們對話 強調中國的政策是沒有問題的 繼續開放 希望他來 來這個 繼續的來給予這個兩邊互助 所以中國的策略 對歐洲一向是經貿為主軸 然後為他們的政治鋪路 那對這個歐洲來講的話 歐洲其實你談這個戰略政治 歐洲都沒有太大戲可演 因為就這兩強來主導 所以歐洲希望也是走經貿路線 尤其是德國現在很在意的是 這個比亞迪這種中國的電動車 已經取代德國在今年第一季 在中國市場上 這德國上是面子上很不大 很這個來講壓力很大 因為過去是日本 他們好不容易把釣魚台事前以後 把日本給取代 到現在他以為他穩固了 但現在因為電動車改了 他現在已經輸給中國了